我們是江城的中學族 我們在這幾天談到什麼是石工 首先我們談了成功的定義 也有探討我們如何獲取成功 一些因素去影響我們追求成功 以及探討人生的意義 首先我們簡單來說說成功的定義 如果我們普通說成功的定義 首先我們要講一下成功 大家普遍認知的解釋 就是我們去完成了一個目標 或者達成了一些願望 其實如果大眾所認為的成功 可能在香港這個情況下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上車 可能去買樓 賺很多的錢 或者是高薪厚職的 例如去做一些比較大家所認同的職業 可能是律師、醫生這些職業 其實我們大家都探討出來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 成功的定義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成長環境 以及他們自己有不同的經驗 而每個人因為他們有不同的經驗 所以他們的成功的定義也會有點不同 大家好,我是Erica 我們也討論了成功的定義 其實是可能在你的過程當中 如何去尋找自己的興趣 也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在社會上 我們有一個叫做Quality 我們是著重於質量 或是數量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會定義一個人成功 是因為他的收入 他的收入是一個Quality 他可能收入高 也可以提供一個高質素的生活給他自己 所以我們就定義一個人成功 我們也討論了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理論 其中一個叫做Social Mirror Theory 就是我們可能見到其實 我們在貧貝之間 可能見到有一個人 可以是 可能是 可以說是社會上 我們說是成功的 那類型的人 我們可以想做到他們所做的事情 例如大學進入醫科 或者律師 再加上其實 文化和歷史因素 都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例如一個人的成長環境 或者其實 可能我們經常說 亞洲是比較著重在學業上 某個程度 可能是因為成長環境 或者歷史因素 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系統 所以就會影響到不同人對於成功的定義 我是Peter 我這三個點 基本上是想 追蹤一下Erika 第一個點 就是Process of exploring your interest 你的Process裡面 就是Things that you can through the process while reaching one's goal 就是你當你的目標是想做一個醫生 那你中途有可能 你有失敗過 但是你在失敗當中 有獲取的經驗 或者你自己和其他人做到一些friendship 就令我覺得 其實這個就已經足夠去做成功的定義 這個就是The ways of achieving success 又說過 Seek f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stead of results 就是我們要看中途的 experience 或者中途的 knowledge 就instead of其實最後你自己和出的成功 跟著 to focus to focus more to achieving your success your dream success you should get rid of distractions 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obstacles 你要想一些辦法 就去 get rid of those distractions to my plan your work ahead of time to have a better timetable to take user time 喂 喂 hè 聽到啊 聽到啊 聽到 ok 現在 我的 input 就是呢 以為 成果 細節 成果 可以 我們要懂得適應 例如社會正在改建 我們就要接受改建 還有一些新環境 我們就要接受新市民 不可以孤獨去做自己的橋 這個例子就是 最近有一些很激烈的科技改建 人們之前需要一些Microsoft 或是某些技能 但現在已經變了 所以我們就跟著它變 可能現在是注重Coding 或是不同的科技技術 我們就要經過 我們下一個就只在那裡 插著我們之前的Strength 我講一下一些要大學成功方法 一些心態上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Stay Passionate 因為當你申請去追求一件事的話 你將它有興趣去變成一個追求的目標 你就會發現有些事情不是跟你想入面那麼理想 你會慢慢發現到有些困難 如果你不可以一直保持這個熱情的話 就會很容易去想去放棄它 所以應該每一段時間 可能去重新去Record自己 為什麼一開始有這個熱衷去做一件事 還有另外提到我講一些 有關放棄的事情 你絕對是可以放棄一個目標的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有一些負面情緒 而放棄它 在當下那一刻就想去放棄 這個只是一個逃避 你應該要去想 例如你達到什麼 或者你和自己過意得去 你才可以放棄這個念頭 還有要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態 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會想著放棄是一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做那件事的話 你可能放棄了 你隔了一兩年之後 又想重新重新重新回來 就發現自己其實花了很多年時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去解決一些實在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雲觀看那麼多 有些成功人士去自己做事的方式 就是他們不斷去尋求解決一些在他們面前的問題 這樣他們解決了這些困難之後 他們就一步一步的慢慢成功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們是發現自己好像無重入手 不妨去剩下多一些了解 會不會是自己看到一些之前沒有發現到有的問題 好,我叫Tammy 我現在就講一下 我們覺得人際關係如何去影響成功 我們覺得好的人際關係可以促進到我們去知識的 即是我們學到更加多知識 亦都可以令到信息傳達得更加快 亦都可以有助我們自己 啟發我們自己個人的創意力 亦都可以透過自己的朋友 令到我們更加認識自己 從而透過我們知道自己有什麼的缺點 再加以改善 令到我們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至於如何去達到成功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大學找職業的時候 當時 其實有好的人際關係 當時 我們找職業就會有更加多的機會 即是找到更加多職業 而有好的人際關係 我們亦都會在朋友之間有好的聲望 亦都會幫助到我們找工作的時候更加容易 嗨,我是Vivian 接著我們就會說一下追求成功的時候會遇到的困難 在追求成功的過程 不外乎遇到的困難就是不公平待遇 例如是歧視 在我們的討論當中 我們都看過有性別歧視的問題出現 例如比較常見的在一些創新科技行業 例如是NASA、Google 這些知名的公司 他們都有性別歧視的問題 在半個世紀之前 NASA是不歡迎一些女性的專業人員 去加入他們編程的工作 所以他們是將男女分開地去工作 但是有一位叫做海森林強心的人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堅禮不屈的精神 令到他可以超越了這個性別歧視的obstacle 令到他最終在美國第一次載人太空飛行上面有結出的成就 現在在不同的機構都有幫助這些超越性別歧視的問題 例如Image Labs和Technovation Challenge 他們都是幫助一些比較年輕的女生 去發掘他們對於編程的興趣 令到他們可以跨越這個難關 其次我自己想到的都有一些年齡歧視 可能別人會覺得你太老了 不適合追夢或者太年輕了 你根本不知道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而去對你有歧視的目光 令到這些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面出現了不少的困難 再來就是一些出生的歧視 就是不礙於你的經濟背景 令到別人覺得你追求成功上面可能會比較有困難 就例如一些出生家庭是青群的人 他們可能會想成為Ibanker 但是人們就會質疑究竟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管理一筆這麼大的錢 令到他們在追求成功上面 遇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問題 我叫Jade 除了一些 inequality之外 還有幾點在追求成功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第一就是人際關係 的確成功是不可以完全依靠人際關係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定的人際網絡 你成功的機會就會變得渺小 如果你個人性格本身內向 你又不主動爭取的話 可能就會錯失到很多的機會 第二就是你的教育水平 你想要的成功是需要網方面的知識 你自然就要努力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如果一個人教育水平高的話 很有學識 而思考方式是靈活的話 可能就會容易成功 相反一個人教育水平低 就要付出額外很多努力和時間 才有機會獲得成功 第三就是社會和父母對你的期望 例如也會有些人會在一些冷門的行業發展 例如音樂、文學、藝術等等 可能她的父母又會想他找一份穩定的事情做 那她是應該堅持自己的想法 還是相信父母的意願呢? 這一點就是值得我們去想 就是你所想達到的成功 是應該由自己去定義 還是由世俗去定義的呢? 好,接著我就說說一些個人的困難 其實除了一些社會對我們的態度之外 其實我們個人也可能有一點點困難 例如我們有時候讀書的時候會有些distractions 可能有些人會在video chat 當時在一些chat裡打一些奇怪的英文字母 這些就是distractions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disabilities 就是殘疾人士會做一些困難 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聼或者慢 他們的聼人或者慢 就可能沒有平時人這麼多資源 那之後還有一些 可能有些人有些心理的問題 或者他們本身有一些self-dog 可能自我懷疑 或者沒有一些motivation 沒有毅力去繼續堅持下去 那這些都可以繼續鼓勵自己 同時都可以seek heart 就是可能找一些社工去輔導一下 或者去跟家長或者朋友通一下 所以可以去看這些困難 所以可以去看這些困難